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要好像针研第23章23节那样讲 要去买真理 一生努力追求和持守真理 历代有很多的错谋 影响基督徒难以亲近神 我们在这个时代要带来复兴 自己深深经历神 也都帮助人晓得亲近神 他真是在这个时代 真是尖尊托了我们 看回圣经 神他要做这些事 都是很宝贵的用人 用我都是你 但他还是要预备他的器皿的 甚至在我未信主以前 他已经在预备中 他已经是很大帮同在 对我的心 真的很深经历他 我实际每天都感谢主的爱华 我觉得他向我爱显现 向我亲嘴 就使我很多心经历他 一心也有相当 所以看到很多诗歌 我觉得自己现在不可能写出来的诗歌 那诗歌是写得很快的 看回来看 我觉得这样 我想主要是一经历神 将我的感受写出来 我真是很感谢 主要向我爱显现 让我心经历他 这个真是我都是最大的祝福 在人生中 感谢主已经不避免我的心 因为这个流不避免 一定要成为一个亲人的经历他的流 要不然我多人都没用 要不然我们亲近他 去经历他的人 现在全球 这个需要大到无法应用 因为他的经历很重 就要亲近神 和他经历他自己 你才会改变 所以说我们爱 是他才爱我们 我们经历他和他一份爱 我才会改变他 要不然 你怎样都会改变不了 和人会走在魔鬼的错谋里面 他心思托墓 到他在攻击里面 因为他要切断我们的生命线 阻碍我们亲近经历神 最好他想你不亲近神 如果你有的话 他尽量使你的人 亲近神的时候 难经历 所以他控告你 用了错谋思想影响你 用了信心打折扣 难享受他的份爱 真不孙耶耶三章 叫我们要买真理 要买了这个智慧 憤慧就聪明 不要出卖你了 一生 我今生就今生是真理的历程 我还有一个微信 我寻求真理 人生意义 而人生意义都是真理 根本就是真理那些很重要的东西 不过当时我们不知道 我只懂得尋求人生意义 我完全不知道 神的旨意 他的心意就是我人生意 我那时候当然不知道 我也没有十个 因为不懂得尋求神 他的心意 我怎样找不到人生意义 一个微信主 怎样可能他知道人生意义 不可能的事 根本就是 因为只是创造我们的位置 做我们的位置 才会知道他为何要做我们 我人生意义是什么 尊与之后 我可以说直到今天 还是疯狂追求 尊与我这次崩溃 和身体差了 但是人生有主 充满盼望 那你问我通告 或者说 第一次真的很哀 我真的挺有感谢 那我仍然想盼望 比之前更加强劲 和在世界上 能够有荣耀的心灵 身体 在世上更多人帮助 最重要是完成自己的心灵 你当买真理 就算智慧 分辉和聪明 也都不可卖 这个很简洁 都说了我人生一些重要的事 我还没信这个稳真理 那直就疯狂追求 到现在还是疯狂追求的 但是对主的心意 我是知道的 还有很多真理主席 是开了眼睛 和它是教导了 解决了我过去很多真理的问题 我就超级多问题的人 和我要把真理搞得很清楚 那你不搞它就没什么 一旦你不理它 对错你就不理它 一旦都在口头前 你就不理它 什么都不理 你一搞的时候 你认真的时候 然后呢 就发现很多 现在本人说的东西 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真的 如果我问他 他不懂得回答 但是他一说出来 新生命 他从来没有说过 从来没有说过 我发现我从来不说 新生命这个东西 因为他从来没有说过 那你说新生命 他不是知道的 你问他 你现在有个新生命 是什么 他口口这么说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说 一旦没有这个东西 正经 但是我的书里说得很清楚 关于生命方面 你看回书 听回信息 全球很多错误的那些 你能够搞清楚 我自己都搞清楚 有些影响我很大 一刹伤我很大 那些错误的东西 我都要几十年才逐步 逐步宽幅 很惨的 很痛 但是如果我不是受那些东西 我现在应该要 但是受那些东西 我认为主要是想我帮那些 不是在我中间聚会那些 因为我知道他们活在一些 被很多创维会人影响中 而是他们很难经历成 作成一个案 亦都很多都不是 怎知亲近的神 那这个是我一生 可以说我一生 我都集中在那些最重要的东西 亲近的神 这个是其中一个很中心的东西 因为我知道我如果不是亲近的神 我没有可能快乐 所以我一生我都很重视这件事 我有很多书 那实际的书 这件事是很多的 总之有关这方面的书很多 就算有关这些书 也跟它有关的 大家很重要 你一定是一个亲近的神 经历到杀的人 不就是听回来 要第一受经历 因为它是真的 那我只能感谢 我每天都能感谢 他真的很深 介入了我的人生 我真的经历到这位 真是创造天地 各位永恒主母 那些许多着 甚至是人 那些人 都各个人经历 所以写出来的成经 出来 他们的经历很深 上七次说 耶和iyah帮我这样說 他那些很厉害的 不单纯是只有开眼才这么簡單 神帮我说话 很清楚 那你觉得诗篇很多 他们全班人 从创《基督》 tell life 很多是经历神的人 所以他们改变 跟我写出来的东西 有些只是神的默示 所以聖經很貴,我們都可以怕神的。 《珍儀書》第23章第23節,《悔經》。 《悔經》,《悔經》也是這樣,這次聖經也簡單講了我人生, 我人生除非不知道我真理,我知道了我不可能走回頭, 走回頭就違背良心,影響我經歷神,影響經歷神不用再問了, 我知道《悔經》的神人生是沒有的,所以我都付出相答, 人所講的代價,就是在慈酒針那裏,但我不覺得有什麼代價, 我覺得只是回覆,你這個人堅守真理,不理人家怎樣逼迫你, 或者誘謗你,或者拒絕你,排斥你,不要理他。 如果我不知就無所謂,知道了再不走回頭,說,很嚴重, 你維護良心,這個人不申請,我不是我做這樣的人, 我不用想一秒鐘,什麼代價,我都不會理你的。 除非你用真理,說到我錯,我不會聽你講, 但如果我不是聖一真理講清楚,你就用聖心證明我錯, 你只是用各種的遺傳,各種的東西,不是聖經的東西,我不會聽你講。 因為那些是人的東西和歷代,很多創遺傳,我知道,我很多書, 那些歷代那些,很多創的東西, 神學家所說,神學家所說很甜, 有些很出名的人覺得,為什麼要搞得他這麼出名? 所以,神學家所說的,就是那些錯的東西,害了很多年了。 而那些真正是,已經正經的那些,他不買那些書, 那些書有很多,沒有那些書,那些真好的書都買不到。 為什麼呢?因為他說的東西,違反現在一般教會所信的東西, 他攻擊那些錯的東西,現在教會那些錯的東西,他就不買。 我那些書都很可能賣的,外面書局,因為賣我的書都是被人說的。 因為我講真理,我講話會幫如今本教會那些,有些不同。 但是現在,現在收緊手,我感受很多希望, 但是現在呢,你發現很多在別處做的那些,回到神學家裡。 那些呢,有些過去沒有做的那些,有些都回到神學家裡。 主要現在收緊手。 我知道我收緊手了,不過我不知道是多少。 那他收緊我們的年紀,什麼都收緊手了。 他時間是不會錯的。 主要他現在,為了他的心業完成,他收緊手。 就是現在呢,主要在開錄啊。 因為主要在香港,他引了香港來,影響了中國世界。 建造了神學教會。 但是香港要大復興。 因為全世界需要很大。 走吧,正如說說, 感谢观看